六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六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同類療法是一種已經有250多年歷史的醫療方法 屬於全球第二大的醫療體系 有超過5億人口採用 現在註冊的同類療法醫生 已經得到75個國家的政府認可行醫支架 其實同類療法一直都獲得眾多知名人士擁護 美國150年來的11任總統 另外英國皇室數代成員至1830年開始 一直有同類療法醫生照顧 英女皇伊麗莎伯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時候出現難產 全靠一劑同類療劑升盲200C 王子才能順利出生 否則就要否復產子了 同類療法在世界各種醫療中 屬於最安全的醫療方法 非常適合孕婦和嬰兒使用 印度國父甘地 稱讚同類療法是他認識的各種醫療之中 療效最高和最廣泛的醫療方法 袁大明醫生鑽研和使用同類療法 四十幾年 現在破天荒感在網絡世界 和大家分享他的經驗和心得 解開成功運用同類療法的秘訣 詳盡地介紹各種同類療劑 療劑的特性和應用範圍 幫助大家自己 找到適合自己的寧丹妙藥 當然 如果各位聽眾的問題是比較複雜 發覺自己處理不到 需要袁醫生的幫助 亦都可以直接 預約袁醫生會診的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電話是 2577-3798 現在就來聽一聽 醫生要為大家介紹哪種療劑 這次為大家介紹的療劑 Berita muriatica Berita muriatica 英文叫做barium chloride 我們中文翻譯是綠化杯 綠化杯 綠化杯 Berita muriatica 最臨床上應用的地方 包括 血管瘤 aneurysm 血管瘤 或者血管壁肥大了 Arteriosclerosis 就是血管癌化 Bronchial disorder 就是肢器管的毛病 血管瘤 和腺體的腫脹 包括扁桃腺炎 以及一種嚴重的 我們稱為queensy queensy 是一種濃性的扁桃腺炎 比較嚴重的化濃 扁桃腺化濃 所以我們稱為queensy 另外一個應用的地方 就是胰臟炎 胰臟炎出現硬塊 這就是臨床應用的主要應用的地方 在綠化杯的症狀 其實就好像其他 貝的炎 Berium Sort 貝炎那方面 但它也是它自己獨立的地方 Muriad Muriad 即是綠化炎 綠化物 通常出現抽筋症狀 很多種的血管瘤 Aneurysm 都可以用綠化杯的療劑處理 很明顯會有幫助 這兩種元素 Berium 和Chloride 這兩種元素 都會對心臟和血管 有很大的影響 它亦都可以幫助耳朵的耳鳴 Wissing 或者Buzzing 那些嗡嗡聲的耳鳴 或者是自己嘴咀 或者煙吞的時候 是出現聲音 在文獻裏面 有中一個個案 講一個女生 她一不小心 喝了綠化杯 這個液體 她的感覺 她就說自己好像火燒一樣 接著嘔吐 抽筋 敬亂 頭痛 頭痛 接著就是沒有了聽覺 濃了 濃了 接著一小時後 就死亡 你看到那些症狀 綠化杯 是可以導致我們血管的退化 導致高血壓 尤其是上壓 Systolic Pressure 上壓是高 而相應的下壓 但Systolic 是比較低 這類型的高血壓 通常會見到在腦 或者心臟的症狀裡面 包括在內 血管硬化 和腦的毛病 可能由此而起 而是肌肉 墨膜 變成緊的墨膜 緩緩 因為腦的血管 貧血 和耳鳴 也會影響我們下消化度 即肝門的問題 也會影響我們肌肉和關節 令到它有僵緊和軟弱 好像走路走得太多的感覺 很軟弱 而心臟出道 出道 出道的地方 恐道的地方 就有收窄了 和出現痛 尤其是在胸的心窩裡 有一種痛 尤其是吃了東西之後 馬上痛 亦都是epigastric 那種痛 胃窩裡痛 觸摸它 觸摸它 也可以處理一種 Multiple Sclerosis 多發性眼化症 通常會影響我們腦 和我們神經著處 Spinal Cord 出現的症狀 通常就是 肌肉的力是沒有了 自己可以控制的肌肉沒有了 但感應器官是沒有問題的 有時是什麼呢 在感冒之後 或者白喉之後 出現這種癱瘓的問題 還有整個身體好像冰凍 加上這類的癱瘓 好了 抽筋 Covulsions 抽筋這方面 很多時候是周期性出現 可能有些人好像震一震 這種症狀 還有一個人是過度 是動動 不安的 動動 還有也有感覺 抽筋的時候 覺得是一種觸電的感覺 早上起床的時候 整體覺得 很懸惰 很懶惰 很懶惰 尤其是下肢 下腳那裡 就很沒有力 還有肌肉很僵緊 它整個人覺得很衰弱 就想躺下 好 腺體的總像 就包括我們那個 扁圖線 還有 胰島素 胰臟那方面 有些結節 這些方面 最主要是 慢性長期的 扁圖線長大 還有一個情況 在性方面 出現 女性的 Nymphomania 即是女性的發花癲 男性 我叫Satirrhizis 男性的發花癲 男性的淫狂 這種 當性慾強 那個時候 好 有一個情況 你發現 他 他就抹大口 走來走去 抹大口 而說話 好像有很多鼻蒙聲的 說話 而小朋友 小孩子 有時候 就 整天就躺在那裡 躺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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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感覺 就想避免那個光線 所以躺在那裡躺在那裡 他的樣子 看上去 他的樣子 感覺很愚蠢 那種的外表 聽覺又聽不到 聽得不真 頭痛 尤其是年紀大的人 頭痛 通常頭痛是後尾枕 他那種感覺 是一種醉的感覺 多於痛的感覺 我剛才說的 肢器管炎 肺 通常會幫助他排 去痰 加速去痰 老人家的肢器管問題 老人家的喘 慢性的咳 小朋友長期的慢性咳 這是我用在陸化背 我自己的經驗 通常我遇到一些 血管瘤 有病人通常遇到這個情況 西醫當然 如果是覺得的 會幫他割 但是有時候 血管瘤實在太多 你不知覺得是誰 當然最好 我用痛療法方法 醫他們 過去有幾個個案 是用這個療劑 對這類的血管瘤 效果是非常之好的 謝謝 2577-3798 或者2882-4848 大家也可以在網上訂購 網址是 online.househop.com.hk online.househop.com.hk 好了 今次節目來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